喔 這個也是非常的酸 哈囉大家好我是馬鈴薯小姐彥琳 今天我要來開箱泡麵 其實這陣子你真的看到好多的youtuber都拍過很多 各式各樣的泡麵 最近就想到泰國泡麵好像沒有吃過 於是我今天就要來開箱泰國泡麵 登登 今天幫大家整理了八種泡麵 其實每一種我都沒有吃過 於是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來幫大家介紹這些異國風的泡麵到底好不好吃呢 第一個我想要先來試吃 就是最具有泰國代表性的酸辣泡麵 其實這個就是東央宮 東央宮是泰國的必吃美食 我先打開來看裡面的調味料有什麼 你看它的份量 不就是科學麵嗎 其實這樣真的吃得飽嗎 這個裡面呢也是兩種醬料 一個很像是那個酸辣醬 然後一個是那個它的調味料 那我現在要開始煮來吃囉 它真的超級香 他們的調味料還蠻強的耶 但呢真的是顯得這碗麵的份量有一點空虛 其實早上準備一些海鮮耶 我覺得它真的很需要海鮮啊 好我先來試喝看看 它的這個東央宮的湯頭如何好了 超級酸 滿滿的整個就是香茅香氣 因為現在夏天了非常熱 它的湯頭非常開胃 這個是我非常期待的 媽媽排泡麵 其實媽媽排好像在台灣的一些超市也有在賣喔 然後我這個是綠咖哩口味的 這個應該是綠咖哩 然後這個就是調味粉 我覺得這個綠咖哩呢也是非常濃郁 它的湯頭真的是不用說非常的道地 感覺是滿滿的那個椰奶 這個有一點稍微可心 椰奶香味比較沒有 然後它是偏鹹的那個綠咖哩 它本身咖哩香氣也沒有耶 它就是一個鹹鹹的咖哩 再來第三包一樣也是媽媽排的 但是這個是豬肉口味 那它一樣也是有兩包 旁邊這個是辣醬的 這個口味應該是會帶一點微辣的喔 那我們來試試看囉 其實看起來真的超級無敵 像台灣的那種排骨麵 因為它的顏色跟它的味道 就真的好接近喔 真的跟台灣的排骨麵一模一樣 它的後勁會帶一點小辣的感覺 所以它那個辣粉其實是有提味的效果 第四個我來開箱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鴨肉味麵 這個讓我想起我馬來西亞的鴨麵 超級好吃 它有一種特殊味道 可是它裡面其實也沒鴨肉也沒什麼 但它的那個味道跟香氣是讓你很耍脆 是要一直吃的 它一樣也是有三種調味料 它一樣也是有三種調味料 一個是粉末的 然後辣椒粉跟一個油包 這個味道 由馬來西亞的鴨麵的味道 該不會是一樣了吧 因為那馬來西亞那個鴨麵的顏色 就是這種超級像中藥湯頭很深色的 就是馬來西亞的鴨麵味道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人普遍來說 應該都蠻能接受 而且也蠻喜歡 但台灣噴我就不確定了 你們可以買試試看 這個吃著吃著就會讓我有種想家的感覺 剛剛我們有吃過了豬肉口味的 那這個其實是酸辣豬肉口味 它會不會跟東央宮的味道一樣 還是說它加了這個豬肉調味料 是不是有不一樣的口味 我這個是有點好奇 它也是一個油包 一個調味粉 這個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太重的酸辣味 這個也是非常的酸 它其實也是重口味的一個路線 它其實也沒有什麼豬肉味的 它就是酸辣味 我覺得還可以啦 這個 再來還有一個是東央的 為什麼要特別選這個 因為它其實不是泡麵 它就是這種泰式米線 其實不是米線啦 它應該是河粉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試試看 東央河粉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這個也是超級無敵泰式 因為河粉就很具有泰國的代表 在煮的時候就可以聞到很重的一個魚露的味道 這個很酸很辣 這個很酸很辣 搭配河粉來吃的話 其實是很好吃的耶 這我蠻喜歡的 因為它也是很酸 然後又夠辣 非常的適合夏天很開胃 剛才吃過這麼多湯麵的 還沒有吃過他們的乾麵吧 我特別選了這個是乾拌麵 媽媽羅勒風味 如果把它做成乾的味道 到底會是怎麼樣的 好那我們趕快煮吧 這乾拌麵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這個調味料好像也適合拿來當那個湯麵耶 這是羅勒的味道嗎 我聞到很像酸梅粉的味道 好像台灣的乾拌麵比較好吃 再來最後一個泡麵 聽說是泰國比較經典的泡麵 然後它終於有中文字了 你看後面 這個是有點像是泰國那種街邊小吃啊 常會出現的那種比較經典的泡麵 但它其實也沒有什麼特色耶 就是一樣也是有辣粉 泰國人真的太愛辣粉了 跟一包也是油的 先試試看泰國經典泡麵的味道是怎樣的味道呢 這比較清淡的路線 跟剛剛前面吃的完全不太一樣 本來呢我聞到是有點淡淡的 好像油蔥香氣還是什麼的 但我喝了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它太特別了 你第一口吃它 你不會覺得它是泰式泡麵 因為它有點像豬肉泡麵的那種味道 吃過了這八種泡麵 老實說真的是最好吃是第一個開箱吃的 它的味道實在是太有衝擊性 因為它夠酸夠辣夠香 如果你們很喜歡重口味的泰式口味的泡麵呢 一定要吃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鴨麵呢 其實讓我有回想起 我們馬來西亞那個鴨麵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吃這個會有點想家 另外一個呢我也很喜歡 它其實也是DOM YUM 但因為它是那個河粉 河粉當基底呢 其實也是最具有泰國代表性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也選了這個DOM YUM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加自己喜歡的配料 這個一定超好吃 我自己也想試試看 好不知道大家還喜歡看我介紹哪一國的泡麵呢 也歡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那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按讚個分享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記得幫我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記得幫我按下鈴鐺 我是馬鈴,謝謝阿鈴,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